各位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特朗普总统当地时间6号 否决了国会限制其对伊朗动物的决议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之所以发出否决令 是因为他发现决议非常无理 而且基于对事实和法律的误解 此外 根据2015年联合国案例会 二二三一号决议 联合国对伊朗常规武器的禁运 将在2020年10月份到期 对此 美国称将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美国能做到吗 伊朗总统鲁哈尼6号表示 伊朗将对此坚决地予以强硬的回应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议会5月4号投票通过 伊朗货币和银行法的修正案 举定将伊朗货币里的里亚尔改为 吐曼 伊吐曼等于1万里亚尔 简单而言就是将当前货币面额去掉4个0 尽管面对严峻的疫情 社会和经济的重启也是迫在眉睫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 全国部分低风险地区5月4号起 重新开放清真寺 每周五的主麻日的宗教仪式也将恢复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 华盛顿现场驻美国记者王宾如 北京现场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先生 一起来关注疫情和制裁双重夹击之下 伊朗如何在内忧和外患之间突出重围 重新出发 我们先来看崔大全的周团报道 万宗归一 一套失传已久的江湖绝学在波斯重现 伊朗议会4号批准 官方货币单位由里亚尔变更为土曼 直接砍去4个0 1万里亚尔归于一个土曼 伊朗央行行长表示 里亚尔由于日积月累的通胀已经严重贬值 当前货币面额中的0多得可怕 所以必须尽快实施货币改革 预计2到5年内用新币驱逐旧币 但钱不是万能的 比方说就买不来枪炮与玫瑰 联合国对伊朗的常规武器接运 本将于今年10月到期 届时伊朗可以自由买卖武器 甚至可以在5年内彻底升级装备 但美国上星期突然要求联合国延长接运措施 理由是伊朗上个月刚发射了军事卫星 违反联合国2231号决议 总统鲁哈尼6号回应称 如果禁运被延长 伊朗将坚决予以强硬回应 决策者将会意识到自己 犯了多么大的历史性错误 当禁运结束后 伊朗将根据需要进出口武器 但不会寻求战争 就在同一天 特朗普否决了国会早前限制其对伊朗动武的决议 并称决议是基于对事实和法律的误解 是侮辱性的 参议院则将在7号接行投票 试图否决总统的否决 府院似乎就对一宣战权 玩起了俄罗斯套娃的游戏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两国都在另一战场上苦苦挣扎 截止7号下午6点 美国新冠病毒累计确诊122万 伊朗也超过10万 不过一个月以来 伊朗现存确诊病例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单日死亡也降至百人以下 当局开始酝酿放宽限制的措施 132个低风险或新冠疫情较轻的城市 从4号开始重新开放清真寺 每周五主马日的宗教仪式也将恢复 但必须遵循卫生方面的要求 如何研判伊朗目前的防疫态势 货币清零能否拯救伊朗经济 美伊进五博弈会否走向热战 你猜谁是先眨眼的那一个 特朗普否决限制其对伊朗动武的决议 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决议 我们现在回到今年年初 美军年初是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苏莱曼尼 那么当时美国民主党是提出议案 要求限制特朗普在魏京国会批准之下 对伊朗发动军事动武的权利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特朗普一怒之下 可能会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引爆中东的胡耀桶 参众两院早前都通过了这份决议 也就是说被特朗普否决的这一份决议案 是国会两党共同努力通过的 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的宾如 今天是7号 美东时间7号 据说是参议院要来否决 特朗普的这一份否决案 也就是说参议院要对特朗普说不 那么参议院能够通过这一份否决案吗 克福 那么参议院通过的这份 如果要通过这份否决案 并不是说没有可能 但是从上次投票的数据来看 仍然有相当大的难度 那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这份决议的背景 是在特朗普下令 对苏兰曼尼发动空袭之后 由民主党的参议员凯恩 在1月3号提出来的 那凯恩是希拉里竞选 美国总统时的搭档 他提出的这份草案 就是要终止特朗普使用 美国的武装部队 来对伊朗政府 或者对伊朗的军事部门 发动军事攻击 除非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授权 那么这份决议呢 在参议院上一次投票的时候 是45票反对 55票赞成 其中呢 有8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倒戈 但是呢 如果参议院要否决 要推翻特朗普的否决权的话 是需要达到60票的票数 因此呢 还需要再争取 5名共和党的支持 但是呢 现在在美国大选之际 共和党很大的程度上呢 是希望能够展现党内的团结 因此呢 如果说共和党要再多5位 来支持民主党的决议 这个难度呢 是相当的大的 另外呢 就是关于美国总统 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权利 其实呢 美国国会和白宫几十年以来 都围绕着这个问题 争论不休 那么从小布什总统 再到特朗普 他们都认为呢 就是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 当美国的国家安全 受到威胁的时候呢 总统是有权利 来采取军事行动的 那么在上个月 我们还看到了 特朗普发推特 公开威胁伊朗说 如果伊朗的舰艇 再对美国的海军进行骚扰 他会批准美国国防部 有权直接打击 美国的 打击伊朗的舰艇 因此呢 特朗普至少在说辞上呢 与伊朗的这个紧张关系 是进一步的升级了 但是从行动上来看呢 也许特朗普还是在一定程度上 保持了克制的 克服 好的 谢谢宾如的解读 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 李少先院长 您如何来看 一开始特朗普否决 限制起宣战的这一个 动议的意义 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否决 因为看起来 现在也并不是 美意关系 处在很紧张的情况下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特朗普 否决这个决议案 并不意味着 他是准备 或者想喝伊朗动武 主要实际上 还是代表这个新政权 就是总统 不愿意被束缚 大家知道 那个在美国 宣战权是属于国会的 那么在2001年 911事件以后 由于发生的恐怖主义的危险 然后国会授权 这个总统有权 根据这个反空的需要 对外使用武力 那么从911事件以后 这些年来 实际上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但实际上国会 一直是有这种身影 要把这个宣战权收回来 就是911事件以后 这个特殊情况 已经告一天了 所以这样一个否决和 现在又准备尝试再否决 实际上是国会的权力 和这个总统制掌的 这个行政权之间的 一次拉锯和博弈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投票的时候 有共和党属于总统 政营的共和党的议员 很多议员投了支持票 就是支持对总统 这个权力的现实 所以现在要进行再否决 虽然正像刚才 驻华盛顿记者 所讲的有难度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长远 涉及到这个立法权和行政权之争 好吧 所以就是在某种程度来看 这个否决事实上是特朗普 要树立自己的权威 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您是怎么看吗 我觉得主要两个 一个是行政权和立法权之争 任何一位总统 在这个位置上 现在他都会去辅决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当然还有 就是谁当总统 就是现在这个总统 他也不愿意 自己的手脚被束缚起来 这是显而易见 所以我觉得出于这两点 尽管他不愿意对伊朗动武 但是他愿意辅决 这样一个议案不要通过 然后使他对伊朗的威胁 更具这个真实性 或者更具这个威慑性 好吧 好的 谢谢李院长的解读 我们再来邀请在德克兰里瑞 那么里瑞在伊朗国内 对于特朗普否决 国会限制他对伊朗动武的 这么一个决议 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好的 科夫 那么今天是星期四 就是星期四 星期五 伊朗是休息日 所以还没有看到 对此有关的反应 但是对于美国的举动 可以说伊朗是非常密切地 在关注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伊朗和美国的关系 并没有缓和 虽然就是伊朗的官员 包括总统鲁哈尼 一直都说 其实美国完全可以利用 这个疫情这个机会 向伊朗释出善意 解除这个制裁 没有人会说三道四 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所以其实美国和伊朗 这个紧张关系 还是在更加的激烈当中 我们看到就是在 这个前不久 就是在波斯湾出现的 这个舰船事件 就可以表明了 伊朗现在认为 这现在这个美国疫情严重 也是一个显示 伊朗军力的一个大好时机 所以就是猫和老鼠 这种游戏呢 还会继续下去 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 就是包括美国声称 要延长对于武器禁运 这样一个限制 伊朗是非常密切关注的 那可以说 如果美国要延长的话 伊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因为这将涉及了 伊朗的根本的利益 这也是核协议的 最后一个现存的一个成果 是的 您刚刚提到了 是2015年 这个伊核联合国案例会 第231号决议 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其实是在今年的 10月18号结束 但是我们看到 最近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以伊朗最近 发动这个军事发射 军事卫星为油 呼吁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看来他不仅没有利用 疫情缓和和伊朗的关系 反而是变本加厉 对此我们再来有请 在华盛顿的宾如 我们知道这个禁运 其实是10月18号到期 蓬佩奥说要延长 那么他可以通过 哪些方式来延长 这个期限呢 如果简单的回应 就是通过威胁 那么美国国会 在周一的时候就表示说 美国两党 现在在美国国内的呼声 都是支持 要延长武器禁运的 那么在美国国会 对于众议院呢 两党是 有387位众议员 在本周一的时候 是致信蓬佩奥 敦促蓬佩奥要延长 立法国的武器禁运 而且呢 外委会的这些议员 在信中呢 是说几乎是美国 所有的议员 都支持这个决定 伊朗呢 不得从事武器交易 那么蓬佩奥的表态呢 也很明确 就是说呢 他会在立法国 要求延长 伊朗的武器禁运 并且呢 发出了威胁 就是说 如果其他国家不支持的话 就有权恢复 对伊朗的所有制裁 那么欧洲国家呢 其实对此已经感到不满 但是呢 不愿意公开呢 与美国展现出分歧 但是欧盟的外交官呢 就在私下表示说 美国现在呢 是在退出伊核协议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已经丧失了 对伊核协议要有所要求的 这些权利 但是呢 美国现在的政策 却是又要想得到鱼 又要想得到熊掌 那么在伊核协议 对美国有利的时候呢 美国就希望能够继续延长 那个武器禁运的条款 那么在伊核协议 对美国不利的时候呢 美国就要寻求 推翻伊核协议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即使美国采取了行动 如果不能延长 这个武器禁运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会全面恢复 但是呢 现在美国的国内 不必认为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 因此呢 即使在武器禁运 不得延长之后呢 美国这些二级制裁 其实呢 也会阻止其他国家 与伊朗呢 进行武器的交易 所说的这个制裁威胁 作用呢 可能比较有限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 现在在美伊关系 这么紧张之际 其实呢 两国关系 还有一点点的希望 就是现在美国跟伊朗呢 其实在换球的问题上呢 仍然在进行谈判 而且呢 就在现在 美国方面呢 是希望伊朗 能够释放一名 美国的海军的老兵 而且呢 伊朗方面呢 可能会从美国这边呢 也得到一名 伊朗籍的医生 来返回伊朗 那么现在呢 伊朗外界所知的 伊朗关押了四名美国公民 而伊朗方面呢 可能关押了 二十多位美国公民 因此呢 就这个问题的谈判 双方呢 仍然有对话的空间 哥夫 好了 谢谢宾如 我们再来 有请在韦经理理少先院长 您怎么来看待 这个10月18号的期限 最后的这个限制 会不会继续地延迟下去 延长下去 解除对伊朗的这个 常规武器的这个禁运啊 是2015年 一核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在这种情况 当然美国退出一核协议了 单方面 那么现在又要单方面要求 继续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我个人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 没有国家公开的支持美国 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取消对伊朗的 常规武器的禁运 这个是在必行 也就是说 你如果向美国想延长的话 那不是美国的国内法 或者说它国会有多少议员 这个通过什么法案就可以的 它必须到联合国 而联合国这些主要的国家 有关一核协议主要国家 都不同意 他们为了保住一核协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美国的 想延长这个武器禁用 这个协议的图谋 它不会达成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即使美国达不成这个阻止 废除这个武器禁用这个决议 那个限制 但是实际上对伊朗的武器禁用 仍然会继续 执行下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实际上都看得很清楚 在美国这样多多逼人的情况下 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并不是说 美国说 你如果不延期的话 美国就加大对伊朗制裁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 刚才已经说了 对伊朗制裁现在已经五亿复加 关键是在美国这样一种态度下 没有国家敢与或者愿意 去冒和美国搞僵的风险 去向伊朗出口武器 或者进口伊朗的武器 这是肯定的 大家可能会感到 我个人认为欧洲这些国家 肯定不会 伊朗要进口武器 它肯定是盯着比较先进 像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可能会 但是俄罗斯要解除这个武器 进用之后 俄罗斯向伊朗出口武器 也不是那么轻易的 大家要知道 俄罗斯会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筹码 去和美国打交道 正像之前 俄罗斯出口S300到伊朗 签署协议 伊朗付款 按照合同的期限 俄罗斯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 俄罗斯和美国 有问题过不去的时候 俄罗斯作为一张牌 才把这个东西给了伊朗 所以俄罗斯会利用 这个解除武器禁用 这样一个 它可以加大它和美国的 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是我个人认为 即使这个解除武器禁用 这个生效之后 伊朗实际上 武器禁用对它的约束 仍然客观上 实际上还在继续 好吧 好的 非常感谢李少先院长 我们回来再聊一聊 伊朗国内的金融改革 这个货币的面额 去掉了四个零 这是否可以缓解 当地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危机 和缓解当地的经济 在后见 伊朗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当今疫情依然十分严重 我们立刻连线 祝德克兰记者李瑞 那么李瑞 很多国家的疫情都已经迎来拐点 过了最高峰 但是从伊朗公布的数字来看 似乎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 你是当地掌握到哪一些最新的消息 好的 科夫 其实现在伊朗的疫情 已经出现一定的缓解 但是尤其这几天又出现了不断的上升的趋势 所以有专家就认为不排除会出现第二个拐点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伊朗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已经着急的恢复经济 复工复产 所以现在随着人数慢慢的开始下降 很多人就开始大意了 这样大意也有可能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疫情不重视 那么所以导致现在这两天的疫情确诊的人数 又开始不断的上升 那么现在伊朗的议会通过了这样一个议案 来将离二去到斯林改成土曼 那我想说首先在法律程序上 也是应该由这个议会来批准 因为伊朗的政府从去年 两年前他又提出这个议案 然后一直议会在审议 那么也有反对 也有赞成 那么但是今年的五月份 这个议会 这一届议会就要结束了 新的议会要上来了 所以他必须要通过这样一个议案 第二个就是因为在疫情之下 伊朗通货膨胀在不断的上升 那么在去年的伊朗通货膨胀是41% 那么今年也没有下降 而且伊朗今年在疫情下 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卢哈尼政府也是希望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经济改革 来减少通货膨胀 另外一个确实是因为 现在的零太多了 在这个结算方面确实是不方便 所以卢哈尼昨天就讲 政府会议上就说 说这个还是非常便于便明的 是一个便捷的一个改革 他觉得不会对伊朗的经济 产生太大的影响 科夫 好的 谢谢李瑞 我们再来有请李少先院长 我们看到伊朗是在新冠疫情 非常严峻的情况下 启动这个货币改革 从零二换到图曼去掉四个零 能不能说是在疫情之下 经济更差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说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何来看待这个货币改革之后 对经济的影响 我认为伊朗的经济不好 这是大家都很明确的 因为即使没有这个疫情 伊朗的经济是非常困难 因为从2019年5月 美国开始全面封堵伊朗 伊朗的石油基本上零出口了 就公开的情况下 所以他也不统计石油出口了 那么最新一个年度的伊朗的财政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石油 这个出口的收入 你可以看出来 他就没有把这个东西包裹在里面 情况非常严峻 所以这一次的币制改革 我觉得并不是说显示了疫情之下 伊朗经济更如何如何 它反正是疫情对它的经济 肯定雪上加霜 但是因为雪上加霜 或者经济成这样 它进行币制改革 我觉得这个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觉得更那个什么的话 就是实际上是像刚才讲的 鲁汉你也解释了 这就是交易更加便捷 大家可能还注意到 就很多年前 土耳其曾经进行过币制改革 也是把它的货币改成土卖 那么后边去掉的零比伊朗 现在去四个零还多的多 我记得当年我去土耳其 伊斯坦波尔这个出差 我上一个公测30万 这个当地的货币 你可以想见 所以它也进行过改革 我觉得首先 伊朗现在货币改革 首先是这个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李少先院长 谢谢宾如 谢谢李锐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克福 祝你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